朋友们好 今天我们又继续向下学习新的内容 那么从今天起呢 我们讲的内容呢 就不局限于这个PQT的这个具体的空间了 我们从今天起呢 将连续的讲解这个两个实例 也就是说 跟大家介绍两个这个实际的这个小项目 这个当然这个项目都不是特别大 然后比较适合大家用来这个练练手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今天这个第一个项目 好还是从PPT开始说起 就我们今天呢 讲的这个第一个实用程序 P量搜索Excel中的这个关键字并归类 今天主要讲一下这个界面设计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今天那个学习目标呢 是掌握这个PQT 选择文件夹的这个方法 我们这个本节课就学习这么一个小空间 其次呢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怎么将这个客户需求 分解为具体的这个技术问题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问题的来源 就是我为什么要 这个占量搜索Excel中的这个关键词 这个问题呢 本来是这个 我有一个朋友 他在这个某个大型的房产中业公司 的这个公关组 他们组里边呢 每天处理的问题 就是说看看这个各种论坛里边 有没有人在发帖子 污蔑他们这个这个房产公司 也就是说做公关的 一旦发现了之后呢 就就骂回去 或者是找人把帖子删了 就做这么一个事儿 这个技术人 他们公司有这个技术组 这个技术人员呢 就使用爬虫 到各个论坛里边去爬帖子 把这个帖子这个获得的数据呢 放到这个Excel中 这个具体为什么非得放到Excel中 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这个公关组的人 拿到的数据都是在这个Excel中的 然后公关组每天干的事儿就是 检查这个Excel中 有没有这个 骂自己公司的这个帖子 然后呢 他们主要是用这个电脑 手动查询这个Excel 打开 然后Ctrl F找 没有的话就关掉 有的话就赶紧看是怎么说的 是这个好的帖子 还是这个负面的帖子 这个过程呢 因为这个爬虫的数据 大家都知道 这个爬虫是个自动 这个获取网页的这么一个程序 它这个运行速度是非常快的 导致这个爬的Excel非常多 但是爬出来这个Excel呢 就需要手工去处理这个Excel 这个打开查找都是比较慢的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我这个朋友就跟我说这个问题 每天这个重复劳动很难受 然后就问我能不能有办法这个用程序 把这个Excel的查找过程中 把这个查找的这么一个操作 通通的做完 他当时说的这个需求呢 说的也比较含糊 就是描述了一下 说他每天要从一堆Excel中找这个关键字 然后把符合要求的那个要打开 然后放到一个文件夹里面 然后进行逐个的查看 如果有问题的话 就要逐个的反击 或者是发表声明公告等等 所以他希望 查找这个过程呢 变成这个自动化的 所以呢 他跟我提出这个要求之后呢 那我就对这个需求进行了一下 这个分解 把这个问题分解一下 首先确定这个问题 是这个文本搜索查找分类的 这么一个问题 那么比较适合这个 Python啊 Pearl等这些这个动态语言去处理 因为这个Python和Pearl等等 这一类动态语言呢 处理文本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这个是比静态语言要快的 并且他不需要编译 debug起来也非常方便 然后呢 这个因为我之前也了解一些Pearl 也用Pearl编写过程序 但是后来发现这个Pearl编写完的程序呢 过了一周之后 我自己不认识了 当然这也是因为 我没有深入的去钻研Pro啊 因为我觉得这个语言 用起来实在是太晦涩难懂 并且它同一个操作 有N种实现方法 搞得同一个任务 不同的人去写 能写出五花八门来 所以这个不太适合工程应用 那么很显然 对于我们这个问题呢 肯定是要选择这个Python的 本身我们也非常喜欢Python 然后呢 就继续往下分解 那么选择完语言之后呢 这个因为它是在这个Windows端操作的 所以呢 它本身又是一个不懂程序的 这个小女孩 你为了提高这个用户体验 肯定要给它提供一个GUI界面 不能让它在这个小小黑光里边 敲命令行去搞这些东西 所以就确定要有这个GUI GUI的话 当然我们就使用这个 最方便最好用的这个PyQT去实现了 然后呢 这个程序要有一个功能 就是能够便利指定文件夹内的文件 就是它运行的时候会指定一个文件夹 那么这个文件夹肯定不是固定的 它可以随时去更改这个文件目录 然后对其中的这个EXILE文件 自动打开 然后查找关键字 查找完了之后 如果这个符合我们的这个查找需求 就是说含有这个关键字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EXILE复令到这个特定的文件夹中 并且给予一定的这个界面提示 那么到这里呢 就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这个程序要能够打开EXILE文件 它复制完了之后 我们可以在这个界面上直接打开这个EXILE文件 把里边的这个内容呢 直接打印到这个界面上 或者呢 这个功能是属于辅助性的 那么集中复制到特定的文件夹中呢 就基本上已经帮他处理了大部分问题了 毕竟是大海捞针吧 因为不是所有的帖子都会骂他们公司 因为还有其他公司 这个互联网的房产行业竞争也是比较激烈的 所以都是互相骂 当然了这个大海捞针里边捞出他们公司之后呢 他又去进行这个公关 所以我们把它找出来 付出到特定的文件夹中 就基本上这个任务就已经完事了 剩下的公关任务 这个程序目前为止还是做不到的 现在机器人只有七八岁的智商 你敢用这个机器人去搞公关 除非你公司不想干了 好 那么这个问题分解就经过这么这么一下步骤 最终确定使用python 使用pri2t去开发 需要能读取一个sal文件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你解决的时候呢 首先要进行这个界面设计 把这个界面画完 基本上简单大方好用就可以 然后呢 需要这个编写这个便利文件这个子程序 然后最后 接下来要实现这个关键字查找 查找完关键字符合条件之后 要进行创建文件夹 把这个符合条件的这个一个sal文件复制进去 等等这一类的文件操作 那么我们今天呢 主要介绍这个第一项这个界面设计 界面设计呢 肯定是要有一个主窗体 那么给它提供一个开始菜单 可以打开关闭这个程序 可以加载一些文本 然后呢 要有一个浏览文件夹的这么一个按钮 可以指定任意一个文件夹 进去扫描里面的一个sal文件 那么还要提供一个搜索按钮 在这个文件夹指定之后呢 点击搜索之后 我们这个后台程序就开始 对里面的一个sal进行搜索 并且根据它提供的关键字进行匹配 如果匹配合适的话呢 就复制到先用的文件夹中 所以这个过程中呢 需要有一个弹窗 就是指定文件夹这个对话框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我们怎么样开始这些过程 那么 首先这个 还是设计界面的话 还是要回到这个Anaconda 就是Aric4里边 因为我们这个Eclipse 它是只能写拍子的程序 它不能帮我们这个生产界面 当然你也可以在这里边 在Eclipse Eclipse里边这个手动编辑这个界面 但是我觉得 没这个必要 有这个能自动的东西 为什么要非得手动去编呢 是吧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回到这里来 我们不能再用附近的工程 最近的工程了 因为这个工程被我们蹂躏的不行了 已经 我们新建一个吧 名字就叫MyExcel 然后这个目录给它新建一个 新建一个Mexcel目录都放到这个里边去 其他的就默认 然后我们就开始画这个界面 新建一个 不要戴Log 就MainWindows就可以了 然后存在这里 MyExcel 这里可以不加扩展了 应该 好 那么这样我就新建了一个UI文件 它如果没有给我们自动打开的话 我们可以双击打开 把它默认是这个自动打开 好 我们在这里呢 需要有一个这个信息提示框 那我们就拽一个这个文本框过来 拽完本框过来 然后给它拉大一点 这个程序其实也不用多少这个 不用多少复杂的这个空间 就用我们学过的就可以实现 好 那么我们还需要一个这个指定文件夹的这么一个按钮 拖过来 就放在这吧 取个名字叫浏览文件夹 或者叫选定文件夹吧 这样更好理解一点 然后这里再来一个按钮 开始搜索 好 我们在这个这两个操作之后呢 给它加一个菜单栏 创建菜单栏 OK 这里写上文件 那么打开 关闭 然后退出 实现这么几个简单的操作 如果 这边呢 愿意加图标也是可以给它加上图标的 我们之前的这个程序是有一个图标的 我记得是在这个icon里面 对 在这里面 然后我们把它整个的复制过去 丢到我们这个Excel这个文件夹里面 好 然后我们添加这个资源 这里就写个这个帮助吧 然后这个使用说明 这里来一个关于 关于我们 然后就可以了 不用不搞太多复杂的操作了 然后我们来添加一下资源 新建一个资源文件 资源文件当然是要放在我们的工程目录下边了 Python Project PYQT 找到MyExcel 然后就是 还是买Python Project PYQT吧 然后这边是添加 前缀也就随便了 那就Python Project PYQT Python Project PYQT 下面添加文件 文件这一坨都给它添加上去算了 然后OK OK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打开 给它加一个 然后关闭 然后关闭 加一个X 这个关闭 这个关闭也还是 QT也用这个 哎呀 这个还麻烦了 那就两个一块用吧 退出 退出也用这个X 没有合适的图标了 使用说明 使用说明 就这样了 关闭 那么这边呢 这个界面设计 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不对 这边还漏了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关键词输入的这个地方 啊 关键词我们给它一个 这个 然后加一个图标说明 关键词 那么就放在这 然后这个 这到这来 拖长一点 嗯 好 那么这边呢 就 这个界面呢 差不多就设计成这样 然后我们回到这边来 嗯 就编译一下 好 成功 然后资源文件添加 嗯 存在 是否 overwrite 然后编译一下 嗯 这个地方是出了点问题啊 我们看一下 好 增加 现在文件移变更 第这个 遗嘱 室 移在设计时之外被改造 您需要重新加载吗 哦 这里出现问题了 刚才把它变更没了 这个麻烦了 我们还是给它新建一个前缀吧 PSC 刚才我们误不操作了 把这个搞掉了 这样加进来了 然后这边还是有的 回到这边来再编译一下 成功 那么这边呢 也编译一下 也成功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UI界面 运行一下看 Ctrl加F2 不对 F1加F2 文件 图标都在 关闭推出 帮助 关于我们 那么这些 这个界面相关的 差不多就这样 那么关键词 从这输入选了一个文件 之后 点击搜索 那么这个上面显示 这个信息 这个界面呢 就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那么也不用搞得太花哨 就是因为你是给它简简单单的用 然后我们接下来看 这个 指定文件夹这个对话框 我们给它实现一个 残窗 我们先生成一下 这个 因为我们这个 先new一个 就是这个 my excel mean window 然后呢 我们先把这个 action的 7号发射出来 虽然我们还没有实现 但是我们先把它发射出来再说 然后呢 就一块处理 这个label就算了 然后push button click的信号 push buttonto click的信号 好 基本上呢 现在这样呢 就已经把所有信号都发射出来了 然后ok 那么我们回到这边来 这个my excel 这个信号 那么我们还是把这一段 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 这一句 自动生成的这里边是没有力 我们把它这个复制过来 贴过来 这一段 然后呢 为了运行这个程序 就是带有这个 草 草草药树的这个程序 把这一段复制过来 就是要处理一下 不停的敲回车 然后复制 那么这个呢 那么就 明Window这个 从这一段开始通通都删掉 不要聊 我们只要这个 就是对我们自己建的这个 明Window 创建一个它的实力 创建一个实力之后呢 setup也不要了 直接就瘦 对 对 然后这个也别明Window点瘦了 这就不要了 因为我们这些都有了 那个 老的那个类 就是负类 说老的类是吧 这个负类 UI 明Window里面都有了 就是在这个里面 都已经给我们实现了 所以我们也不理它了 就直接一继承让它瘦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 OK 然后这个 你一点击肯定当了一声 对 因为我们没有实现这个槽嘛 所以我们把它去掉 然后这个信号就找到 是这里 我们把它注视掉 print 打的OK吧 那么我们现在要实现的是 在这个按钮点下的时候 弹出一个选择文件夹对话框 好 我们看怎么实现 在Qt里面的这个选择文件夹对话框 也是提供了一个标准的这个电话框 它的实现方式呢 就是Qt GUI里面有一个QfileDialog里面有个getExistingDirectory 好 我们直接把这个方法复制过来 也不敲了 这个时间比较紧 而且我也比较懒 不喜欢做重复的事情 就敲这个东西 我现在没有成就感 好 这个 给它一个变量 就买DIN 然后把这一段敲过来 敲过来之后呢 很明显要给它传餐 第一个老生常谈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给它一个名字 名字 选择文件夹 文件夹 然后呢 要给它指定一个 说说 指定一个默认的目录 那就是给它传个根目录算了 好 那么 就这样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 它返回的这个 打印出来 好 我们先看一下它能实现成了 嗯 然后选择文件夹 OK 就回到我们这个D盘 然后我们一般是这个 Python Project 算了 我们指定一个别的吧 在这个 随便选一个吧 反正这个也是无所谓的事 pqt test 一个style 这里边是我以前写好的这个程序 微分类 选一个在中文目录的 然后OK 那么这样就返回了 返回之后 我们发现它 OK 在这打了 不好意思 就这样没切过来 OK 看到吧 它把这个 啊 我们的这个返回值 就是我们选择的这个路径值 把我们的选择 选择的这个路径值打印出来了 呃 那么这个打印后来 这个string这个值呢 大家注意是不能直接用的 因为这里边是 反斜杠 呃 反斜杠P-P-E 这些都是不能直接用的 因为会 Windows系统会认为这是乱的路径 所以呢 要进行一些操作 啊 这里之前也说过 这个不讲了 每次处理的时候都要注意一下这里 然后呢 呃 选择文件夹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后续的这个操作了 啊 我们要把这个文件夹的名字记住 然后搜索的时候才可以用这个文件夹 啊 就这个文件夹进行扫描 好 那么这个就实现了我们这个指定文件夹 就用这么一个 呃 Qt内置的这么一个函数 啊 get existing directory 就是 得到已有的这个文件夹 那么 传 第一个参数可能是self 然后给它取个名字 然后给它传一个默认的目录 然后这个操作就完成 那比较简单 那么我们今天这个 呃 界面设计啊 就介绍到这里 基本上啊 该有的界面也就画出来了 并且这个介绍了一个小小的这个 空件 啊 对话框 嗯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客户练习 呃 客户练习呢 今天这个比较简单 大家复习一下这个菜单栏 按钮 端文框 然后python 操作一个self 等章节的内容 就是我之前讲的这个视频 那我们后面会用到 好了 那么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啊 谢谢大家